刚好七八月有开临时会 你为什么没有提出来 显示在七八月的时候 还是市府自己要办嘛 刚才说谎 然后第三个证据 你去问代处长 新竹县政府的代处长 他到八月还在追新竹市说 到底怎么办了 对他说上面都还没交代嘛 上面都没有交代 八月三面都还没交代 你们今年轮里主办 因为他们县市长已经约好了 轮流各办一年 今年你新竹市办 我们办演会 我们办法就好 你还办案会 你们到底怎么样了 因为他也要出一份钱 一直追 你们的窗口是谁 那时候还约定窗 约定窗口 约定一切的事情 你告诉我你七月份就拜访县市长 达成协议由民间办 骗那宅 科长这些都是常任文官 不会骗人了吧 最后一个 你知道这句话到现在我发现没有人解读懂 钱康明说 对啊 那个徐千勤发言说 是你自己退群组的 不是我们把你隔开 他有没有讲 他说你们七月要办都没人跟我讲 群组也没跟我说 然后我也被退群了有没有 那看起来好像是不是钱康明说话没有信用 说他不在群组里面有没有 然后新竹市不是公布一个一条长长的 说没有哦 他九月十一退群 你们只看到钱康明说 九一一我离职了 我当然要退群嘛 你没有看到他讲的一个重点 那这么重要的群组是什么 为何秘书都没有加入 从八月三十一到九月十一一直没有加入 这么重要的群组不加入 怪吧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你们另外有一个群组 另外一个群组 秘书在另外一个群组 钱康明讲的是 你们根本就有另外一个群组 在筹办跨年晚会 结果钱康明一个人傻傻的 在这个原群组 什么事都不知道 被蒙在鼓里 这么重要的筹备跨年晚会的群组 秘书都没有加入 好怪啊 这要跨局处的 那些秘书在哪里 许先祺你要不要诚实讲 有没有另外一个群组 那个群组有没有Jack 有没有另外一个群组嘛 然后最后这一个群组 不就证明你们要办吗 怎么会是民间办 你成立群组干嘛 所以现在 这两个工会 自己三把跳出来对好 你们的钱在哪里 你办这场已经框一千七 你们的钱在哪里 你们的钱是在个人账户 还是在市库 还是在哪里 这都签到政府采购法 的确 高黄今天出面说明 但问题是 是不是没有说实话呢 没有把那个实情说出来 到底跨年晚会 是他跟建商之间 巧好了让谁来办呢 是让李中廷办呢 范老师 这个高黄可能没有讲说 李中廷在外面 到底做了些什么 然后他今天说 可能是行政沟通上 舒适误会了 他自己做不好的部分 会深自检讨 也感谢钱康明的付出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还是从头到尾是架空了 这个钱康明 让他完全都不知情 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 高黄的事情那么关注 大家都相信 因为发生的人 都是你身边的人嘛 对不对 立法院的小兔 是你的亲信嘛 你最倚靠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嘛 那现在钱康明也是当初 把人家请来的嘛 从南部把人家请来嘛 然后来担任你的文化局长嘛 所以你看当这个李中廷说 要钱康明叫你自知进退 叫你辞职的时候 钱康明说我只跟洪安讲 他是跟洪安直接负责的嘛 轮不到你 李中廷说三道四 你有什么资格 表示钱康明跟高黄安是很密切的 两个人必须要讲了 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肝胆相照 现在是肝胆剧烈嘛 你把人家 你要钱康明走 你亲自去跟他讲嘛 你找李中廷来讲 我钱康明会觉得说 当初是你高黄安找我来的 你要我走也可以啊 你来跟我讲嘛 你告诉我什么理由嘛 也不告诉人家 然后跟他 八月四号跟他讲 一直拖到八月底 然后才由高黄安跟他说 还说反正到时候 高黄安还是会跟你讲 那为什么不是高黄安亲自来讲呢 为什么要找一个李中廷来越俗带袍呢 因为我觉得对钱康明来讲 会觉得不受尊重嘛 而且还给人家送一个匾额 匾额还是在 你要出国的时候 叫秘书给你 还说你任重道远 大家觉得说 这个东西跟你 你要把它fire掉 好像还给他 好像说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会给这种匾额是说 你未来还有前途 未来还有这个 另外的发展 没有啊 你叫人家滚蛋啊 所以这种感觉是很不舒服嘛 那我觉得啦 钱康明不亏是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的 他专场是什么 编剧 导演 这些全台湾都被他 他每天抛一个抛一个出来 大家跟他团团转嘛 所以我觉得他在主导整个事情的发展 峰回路转 那你今天高黄安才出来说 我这个钱康明你辛苦了啊 怎么样 问题是 你当初是怎么样把他赶走的 你现在才要跟人家好言好 给他卫免啊 给他鼓励 来不及了嘛 对 所以我觉得高黄安这个人 因为他从小 他就是娇娇女 对不对 爸妈妈妈的千金女儿 然后北一女中 然后师大 然后台大措施班 然后去美国行行那提 然后回来就资测会 然后就是鸿海的副总经理 他这辈子没有什么 就是人际关系非常的糟 不会处理 所以人的问题一直出现 他今天说什么 是这个行政沟通疏失误会 真的是这样吗 看起来这个 已经完全不是如此了 但是他就是用简单 这么一句话 是一个疏失误会 做不好 真的是如此吗 还是其实老早就是跟李中廷 或者说跟这些建商 都已经谈好 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文化局长 当成是一个 如果出事 是可以背锅的一个角色 钱康明他为什么着急 因为他要去议会接受质询 这个如果你创 这个快点委员晚会 你说要办 到时候是谁来负责任 有问题是钱康明要负责任 对不对 那李中廷不用负责任 李中廷也不是公务员 也不是市府官员 他不用去议会 对啊 所以你说 那钱康明跟李中廷 这个刚刚讲过 这个他们为什么要去讨论 这个晚会的事情 你现在说说 李中廷没有介入市政 那谁相信呢 有多少的局处首长 有被迫要跟李中廷互动 甚至被录音 对不对 所以你说那个 这个沟通有困难 问题是 你高宏安 你跟建商的沟通 非常的顺畅 我常说他是被政治 耽误的营建商 他跟营建业关系非常好 你的这个 这个指挥的这个 私俗庭 是你的这个 这个现在是你的这个 民政局局长 他过去 他的经验 他隐蔽一个经历 他只说他 选过新竹市议员 当过什么这个 资讯公司的人资 他也曾经在一家 所谓的这个 建商公司 工作了六年 他卖过房子 卖过房子 对 他刻意隐蔽嘛 而且他因为这个 卖房子的经验 才跟他现在的先生 严世昂 结婚 严世昂也是一家 建设公司的负责人 所以你的民政局长 是跟建设公司有关 民政局长的先生 跟建设公司有关 你的司机 张先生 他的太太 张文景 也是建设公司 住跟你的行 都跟建商有关 更有趣的是 新竹市 未来要征司机 司机的条件是 必须具有保时捷 一台三百万的 配车 才能够当司机 对 因为张新司机 就具体也就是 这个张文景的先生 我问你 他需要去当司机吗 他家里开建设公司 他当司机的目的是什么 根本不是为了开车 是提高你更好的坐车 然后来作为 可能未来 可以承接新竹市 相关的建设 或者相关的建案 所以是这层关系 所以张新司机 真的在乎 那一个月几万块的 当驾驶的费用吗 当然不是 不是在乎那个薪水 所以这会让他觉得 你瓜田里下 今天我觉得高黄安 这不需要讲 他的法学的素养 真的是不够了 要多多请教一下李中庭 我跟你讲李中庭 我不讲 因为他的家人 可能跟司法界有关 这一次的所谓的 这个立法院的助理案 哪一个助理被约谈之后 全身而退的 就李中庭 毫无关系嘛 他无罪 他没有被起诉嘛 所以我认为 现在李中庭 反正你 我停车停在新竹市政府 我犯错了吗 我犯罪了吗 没有嘛 我去跟这个局处所长 今天喝咖啡 我有什么罪 所以我觉得李中庭 他很善于 因为他现在不是公务员 他反而变成是 高黄安的一个白手套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而且可能司法 要办他都很困难 是我们从昨天 这个钱康明在脸书上 说那个致歉 老实讲他根本不需要道歉 他只是在说明 他被架空 他完全被蒙在鼓里 所以呢 这个网络上有人就说 笑死了 翻车这么快 谁说离职后 才取消跨年晚会的 但是其实有人看懂 这就是文化局长 被架空的 余将军 可以看出有这么的 我们说离谱至极的市长 架空自己的局长 然后自己宁可去跟 外面的建商工会 甚至是跟Jack 去另外搞一个 所谓的什么跨年晚会 然后让自己的文化局长 去背锅吗 我要跟大家讲 钱康明的这个致歉是反讽 他这是反讽 就是对不起 我是跨年晚会的业务主管 我居然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原来真的有开 可是没有我参加 谁参加的 请问谁参加的 我们出去开会 我们以前当主官出去开会 你一定会有 承办单位的主管会跟到 那请问跟着 这个高宏安跟杨文科 一起开会的 新竹市的主管是谁 谁去开的 很简单啊 没有局长 对 请问局长是谁去的 没有局长 那是哪个处长去的 那这个处长 为什么可以代表 新竹市承办单位列席 你没有承办单位去 请问两个 两个新竹县市 要共同开会 总要有发文单位吧 高宏安自己发的吗 这个会议要不要 要不要有会议通知单 这个会议要不要有承办单位 不管是新竹市承办 还是新竹县承办 总不可能找一个 礼堂 坐下就开会了 总要有记录吧 他最后有共事局啊 那个工会不是说 进市长室 跟市长谈 七月达成共事 就算进市长室 也要有一个承办单位 一定有个承办单位 不然共事局 谁写备忘录 谁发公文 这不可思议耶 这个共事局哪来的嘛 其实很简单 把新竹市政府 最后共事局 发文单位调出来 那都有存档嘛 像他当旅长 我把他的战车调走了 旅长不知道 不知道 对 你知道业务费编在谁的 那个钱编在谁向下 文化局 文化局嘛 他就讨论他一下参加嘛 还有高宏安 我坦白讲还在说谎啦 你七月八月到九月初 你们新竹市政府 每个礼拜要开事务会议吧 一级主管列席吧 那事务会议 每个礼拜开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各 各重要业务汇报 跨联网会没有汇报吗 你为什么没有在 事务会议上跟他讲说 你不要报告了 或者他在跟你问 有没有 钱康明不是一直跟他问说 Jack都没有回消息的时候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八月没跟他讲说 不用追了啦 我们给民间办了 你还追Jack干嘛 你会发现这两个是说谎的 如果七月份 已经确定是给民间办 钱康明急的 像郭沙玛说 市长 Jack都没有找我 会啦 给他处理就好了 他会找你啦 那为什么还要拿那六张七张的 计划书 计划书给他 所以 这一个事后回头说 七月份 就跟不动产工会 讲好民间来办 你在对照事务会议 预算编列 以及群组讨论 还有讨论要给Jack 怎么追这个进度的过程 两边有一边说谎 所以我们说 跨年晚会被高环 搞成黑箱作业 跨年晚会就民众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活动 就市府机关来讲 那是一项业务 那我想办理这个业务 第一个从起案 因为你以前没有嘛 所以是谁宣布说我们要办 然后你由民间办 然后由Jack办 这个要由主席指财式事项 你市长指财式的事项 你去新竹市政府调 它有两种版本 一种叫做逐字稿 就是今天市长全程会议讲的 全部要打出来 这以前我打过 我在广播打过 逐字稿那很辛苦 但是一个字都不能漏 包含部长说 然后你都要打下来 这要记录 对 就是要逐字稿 第二个叫栽药稿 就是你曾给部长看完以后 或者市长看完以后 发文出去的会议记录 这叫做发文稿 你要两份 新竹市政府去调嘛 去这个文案市调嘛 会不会没有啊 不然钱开明怎么一无所惜啊 一定会有 完全都不知道 一定会有 但是呢 我讲在这个新竹市事务汇报里面 本来是这个事情 本来不是文化局的 这个是城市行销处的 从城市行销处 转到文化局 这一定是高宏安指财市 对 这钱康明有说 对 因为 就是给文化局办 只有市长指财市 可以转业务 这个业务本来 从头到尾 不属于文化局 这是城销处的 从城销处转到文化局 是高宏安指示的 转过来 连预算一起过来嘛 那么 从文化局转到哪个处 谁指示 否则 否则那个文券市 它是不会让你发文的 这不是你的业务 你文化处不发文 别的出来发文 或者是秘书出来发文 不行 他这个文券市 这不是你的业务 你怎么发文 就像我们在国防部 我管编装 我去发汉光演习的文 那发不出去啊 这不是你业管 你凭什么发 对 我觉得这都找得出来 所以钱康明现在是点出这个要点 对 整个新竹市 它不只是借口乱政 整个新竹市文官体制 发文的体制 业务执掌 一团混乱 对 一团混乱 所以他就想说 我没有参加 那请问谁发 他就是要点出来 那请问 这一份共识诀的公文 谁发出来的 是 对不对 其实很简单啦 我看一个是调文券出 这个文券市啦 一个去问这几个不动产工会 你的公文拿出来看一下 不是有共识诀吗 共识诀不是嘴巴讲就算啊 是 新竹市政府 一定给你一份公文嘛 再问到新竹县政府去调 对 新竹市谁发出来的公文 然后整体会议记录里面 Jack有没有语会 Jack有没有语会 如果不语会 那请问高华都说去找Jack 那Jack怎么知道 那第三个就是我讲嘛 钱康明点出了好几个要点 这都耐人寻味去问的 就是预算在我这 算不多 350万 大家知道公务预算 不是到年底才要核销的 他每个月有月目标要达成 月目标没有达成 主计单位会纠举你 你这个月编列了50万 要做这个相关主持人签约 要做相关的工作 你没有执行 当月会检举你 那你怎么办 你要签预算保留单 延到下一季 谁批 我告诉你 绝对是副市长以上才能批 所以说这些东西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钱康明点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高宏安入主新竹市之后 不只是做事代乎 整体市政行政效率 还有业务市场划分 一团混乱 大家好好去查 正风处你有工作 这个查得到吗 会不会到最后这些资料 可能都完全查不到 今天看到新竹县市的两 不动产两公会的声明 这件事叫做提油救火 不但没有把高宏安市政府 里面的问题解决了 反而破绽摆出 如果真的是由你们民间主办 那高宏安为什么欺骗他的局处长 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